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所謂的省時省力 或者是廢時廢力的問題 省時省力或者是廢時廢力的問題 這是一個啟釘器 然後呢這個叫支點 支點在中間 手的力叫做施力 釘子的力叫做抗力 你會看到 我的施力幣比較大 抗力幣比較短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施力幣比抗力幣大 那表示怎麼樣 施力就比抗力來的小 所以呢它就會怎麼樣 省力 所以力幣比較長的力量就比較小 力量就比較小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省力的器材 所以啟釘器就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它雖然會省力 但是它會廢時 你看它拉的 這兩個用式它就叫做相似三角形 一個三角形比較大 一個三角形比較小 你就發現手要怎麼 距離約要怎麼樣 比較長 你要讓它起兵器 翹起來兩公里 你的手可能要拉兩公分 所以呢 你要走得比較遠 所以我就說你怎麼樣 廢時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省力的會如何 廢時 然後省時的會廢力 就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叫做 我省力但是我會廢時 如果用我們的功能原理看 力量成位移等於能量改變 那能量改變是一樣的 我們要改變一樣的能量 那表示怎麼樣呢 力量如果比較小 S就要比較怎麼樣 大 就表示你要走得比較遠 所以就會如何廢時 那如果你力量出得比較大 那S就可以比較小 所以走得會比較近 那你就會怎樣 省時 你就會省時 所以我們就說省力的會廢時 廢力的會省時 這是用所謂的功能原理看 功能原理看 我講過假想的前提是功率是一樣的 假想功率是一樣的 OK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教 我們一般老師不會這樣教 那幹藥原理也是一樣的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然後就知道力量如果比較大 施力力如果大就會怎麼樣 省力 但是會廢時 那如果抗力與牙大呢 抗力與牙大就會怎麼樣 就會廢力 但是會省時 那如果一樣大 如果一樣大 就是不省力也不廢力 那幹嘛用它咧 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因為使用方便的關係 為了使用方便 省時省力或者使用方便 比如說 比如 一般的剪刀 平常剪刀 平常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剪刀 要在後面再說 這是一般的剪刀 支點在中間 支點在中間 看一下它的施力幣跟抗力幣 剪的部分是抗力 握的部分是施力 這個是抗力幣 比過來 跟施力幣怎麼樣 差不多 它差不多表示它怎樣 不省力耶 不費力 那幹嘛用它 方便 你手抑壓 很方便抑壓 它就拆出一道 就剪開一道痕跡出來了 所以是為了使用方便 就是一般的剪刀 那這個觀念 但我還要繼續用 就是說 施力幣比較大 我就可以省力 抗力比較大 我就會 費力 差不多大我就會 不省力也不費力 那為了它又說 是為了使用方便 這就是我們的 跟你介紹一下 東西的省力 費時 或者是 省時費力的想法 OK